拜佛的乱象 大家都应该或多或少接触过 去过庙、安礼、道观礼 这些宗教场所大部分都是要收门票的 这收门票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旅游场所 很多人也是把它当作旅游场所 我们心里都会觉得我们去庙里是要去拜佛 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拜佛就是要去求 然后再去还 就是先求 然后零了就去还院 江州户一带的人都很喜欢去普博山 门票好像是199 归一正免费上岛 比较大的一些寺庙里头 它都还是会有要你去买几块钱的香花券 然后呢你也可以去门口买那个请 请那个香 寺庙一直在倡导清静共佛 三度清香就可以 但是呢你就会发现 尤其是南海观音附近 因为它是露天的场所 去的人特别多 普博山的一个标志 然后你就会发现 拿一口大粗香 再点的要去往那个 因为香炉里头已经不可能一直一直往里插了 它的香炉里头就跟个坟场一样的 就是一直在找火 所以所有人点了香之后 拜拜拜求完 许完愿之后就啪就把香的扔到那香炉里了 就让我想起来就是这个画面呢 大家可以自己脑补 因为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见过 尤其是像过年初一十五 这抢头香的这个 这顶到头上举着到处跑 特别特别像那路边烤串店 我每次看到大家这样上香的方式 我就是真的想到就是烤串店 就是一个个都跟烤 拿着烤串到处跑来跑去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到底去庙里是要干嘛 很多人就是我们去庙里要求啊 拜啊 拜佛是为了什么 很多人就是我们要去庙里拜佛 拜佛是为了什么 拜佛是为了求东西 为自己求福禄寿嘛 让自己天福天寿子孙多福 然后禄嘛就是官升官发财 然后寿嘛健康长寿 就大家去庙里头 好像都是要跟跟佛祖去求这些东西 希望佛祖来保佑你 西方的教堂里头很有意思 是大家进去之后 更多的是一个忏悔 要么就是歌颂 你会发现这个中西方的这个比较 就是中国去了之后 就是像烤串摊一样 典型 然后去跟佛祖要各种福禄寿 要财富健康 要长寿 然后往这儿出去 该喝酒喝酒 该吃肉吃肉 该大声喧哗 大声喧哗 该那个敲着狼腿敲着狼腿 门口小摊就是啤酒香肠 方便免 就是大家啃着香肠 然后去庙里拜佛 孩子哭闹声 然后那个大喇叭的各种 卖东西的叫喊声 就特别不像是一个清静的那么一个场所 在西方的教堂里头 基本上大家就去歌颂神啊 去唱歌 一个就是忏悔 你还在祝福 对祝福 祝福那个唱歌忏悔嘛 忏悔的时候 大家都会跟神父去讲 哎呀我做了什么措施 我怎么怎么着 我怎么希望神的宽恕原谅 这一类的 想想我们这个 每次去庙里的这个建文啊 好像我们都 没有什么 就是感觉是要忏悔的 感觉都是跟佛在要什么东西 然后呢 你就觉得 哎我给那个 桶里头塞点钱 我就算是供养了我这个心里的这个佛了 然后佛保佑我发财 我有认识一些朋友 很有意思的是 他们就会跟师父们嘛 就说 我希望佛祖可以保佑我发财 这样我就可以给佛祖捐更多的钱了 这是我听到最多的一个 一个就是 解释说 为什么我要求发财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佛祖根本不需要你的钱嘛 佛祖甚至不需要你的乡 我们都知道钱是给人的嘛 佛只希望你就是 好好的做一个好人 佛特别简单 就是你做一个好人 好人是什么呢 你自己去想去吧 自己去入 这一生你就是想 怎么做一个好人 然后我们通常都会忽悦掉 这个佛对你的这些要求 反而我们就是只是觉得 佛就是一个神仙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财神爷 财神庙 天天被起破头 就是你觉得这人可以给你带来财富 然后如果别人告诉你 这地儿特灵 这地儿特准 佛祖山你得连续三年 照着这做 你不做你可能就不准 所以才会有第一年去求 第二年去还愿 还愿完再接着求 求完第三年接着还愿再接着求 佛祖也变成了一个 就是你只要给钱 他就可以帮你做事 就感觉是有一句话是 有钱能使鬼推磨 感觉现在用在佛身上 也受用 就是有钱能使佛保佑 一类的 现在就变成了 我花钱拜佛 然后佛那个 就是我给他的钱 然后他来保佑我 我觉得首先 你得要知道我们拜的是什么人吧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拜 你要拜的如果这个人是 比如说他是一个菩萨 关心菩萨 比如说你的南海观音 他是一个观音菩萨 那就可以 得要晓得说观音菩萨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要保佑你什么 那他希望的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可能要知道那最根究底 就像你刚刚说的 为什么他们要去 外国人他们要去教堂 因为他们很清楚说 他们可能在他们的宗教这个范畴里面 他们拜的是什么人 他们拜的是基督耶稣 或者拜的是他们的圣母 然后这个圣母希望的是什么 基督耶稣是什么 就是他们对他们宗教里面的这个概念 其实是很清楚的 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对 宗教的这个概念 其实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只不过是 就是大家以 就以讹传讹 然后你就去了 那去了之后 你有就跟了别人就做了 但事实上你根本并不清楚 你做这些东西的含义是什么 或者是说你现在去拜了 你做了这样子的动作 你拜完拜拜的这个动作 你做的到底是什么 这含义是什么 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可是在国外 其实他们宗教是从小的时候就培养的 你刚说的那个现象 其实我觉得很多是 大家是盲目的 所有人都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 佛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绝嘛 绝是什么意思 就是明白嘛 他把所有的事情搞明白了 你就变佛了 那佛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要自己一个人搞明白 我希望我明白了之后 我把你也搞明白 把他也搞明白 大家都搞明白了 他发的是菩提心 所以人家才要去照了一个南海观音 这么大的像摆在这个岛上面 他让所有人都看到说这个观音 然后看到这么大的像 含义就是说可以看到的人都可以受毁 都可以受到这个菩萨所发的愿 那愿是什么 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搞明白了 你们都搞明白了你们是什么回事 每次去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静静地坐在那个庙堂里头 就是看一看佛 就是我每次都是很就是喜欢盯着那个佛的脸去看 盯着他们的表情 盯着他们的身形去看 坐在那静静地看原来佛就是这个样子 就跟他学就好了 当你把庙宇当作一个旅游景点的话 那你去的就是一个旅游景点 当你把它当作一个庙宇的话 它就是一个庙宇 心里头它是一个什么地方 它就是一个什么地方 真正的庙宇都是不要钱 收钱的都是旅游景点